大家好,我是黃隱書院的吳浩如 很開心可以在今次DSE考試中獲得好的成績 我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績,是必須多謝身邊每一位支持我的人 首先,好多謝校長一直以來對我的支持和鼓勵 亦都好多謝身邊一班老師對我的悉心栽培和教導 在我有不明白的地方又或者困惑的時候 他們都會解答我的疑難 同時亦都是指引著我前進的方向 另外,亦都好多謝身邊每一位支持我的師兄、師弟和同學 正正是因為可以和你們互相扶持 我這六年的中學生涯才可以過得多知多彩 最後,亦都是最重要的 我必須要多謝我的爸爸媽媽 由我出生那一刻起,就無為不自地照顧我 還好捨得投放很多資源來栽培我 我可以很肯定沒有了他們的話 一定不會有今天的我 我希望將來可以成為一位醫生 回饋社會的同事 亦都可以報答每一位家人、老師和同學 對我的支持和鼓勵 肺炎疫情是為全球各地都大了很嚴重的挑戰 香港亦都不例外 受到疫情的影響,今屆的DSC是延期舉行 收到這個消息的那時候 我也是有一點點忐忌不安的 很擔心最後DSC是會取消了 但很慶幸最後DSC是順利舉行 而且也是很平安地完成 今屆考生的經歷是獨一無二的 對於我來說,最重要的是調整心態和報分 利用多出來的時間 好好鞏固自己所學的知識去預備DSC 就正如我的校訓勤有功所說 我相信只要肯用心努力 最後所得的收穫一定是和付出所成正比 放眼現在疫情依然是持續著 甚至可能有加劇的可能 但我相信只要香港人團結一致 沒有什麼是難得到我們的 大家記得一定要做好防疫的措施 保持社交距離,同心抗疫 我相信在這個疫情的陰謀裏 一定可以在現曙光